王玉政老師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王玉政老師來到前面 說好的都不想上來講了 因為呢其實呢 更應該站出來講的就是 不是老師而是每一個人 我不希望說因為老師站出來講之後 結果呢 這個其實就是誤略掉說 其實更應該站出來是每一個人 包括等一下 現在在下面聽的人 每一個人你都應該要站出來 不是因為老師才應該站得出來 那首先啊 我剛剛跟這個子玲講說我只講兩句話 第一句話 我在這邊我要由衷的感謝 感謝這個一個月來 努力的堅守在這個現場 那持續的去來提出這樣的一個訴求 就是反媒體壟斷 這樣一個訴求的同學 在這邊深深的向你們這個鞠躬 抽身感謝 好第二個問題啊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反旺中 其實我根本不反旺中 我根本不反旺中 我為什麼要反旺中 我反的是什麼 是媒體壟斷 不是因為旺中 不一定是哪一個政黨 也不一定是哪一個團體 我們要確保的是一個媒體 他被 確保他不被壟斷 確保我們的一個言論 可以在這邊多元的能夠發生 這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我要再一次的 來這個強調就是 我們不是在針對 某一個特定的一個事業 或某一個特定的集團 我們要去 堅守的是一個核心的價值 就是這個媒體 不容許 不管你是哪一個個人事業 或哪一個政黨 都不容許讓你去壟斷 好 兩句話講完對不對 我再補上第三句話 突然想到 不講就蠻可惜 糟糕 意思忘記了 老實上還搞笑的 對 我突然想到 我記得 其實 我算是蠻幸運的 蠻幸運的就是說呢 我記得 我大概開始 比較接觸報紙的時候 我已經有可以 從不同的報紙 獲得一些不同的聲音了 可是呢 在這過程當中 也常聽到一些長輩 他們這樣說 他們說他們曾經經歷過 這個報警 以及呢 這個少數媒體 這個特定政治的一個 立場的媒體 這個團體 掌控的這個時代 可是呢 他們怎麼獲得資訊呢 他們怎麼獲得 能夠知道整個世界 整個台灣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就說 那你就練好英文吧 為什麼呢 中文的報紙 你不要再看了 你去看外國的報紙吧 所以說呢 他們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們就把英文練好了 第二次呢 有一次呢 有一個長輩跟我講 他說 他以前留學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獲得 免費的報紙 這個免費報紙 因為他真實的真相 他不會告訴你 然後呢 我聽完之後覺得 滿好笑的 可是呢 那時候我也覺得說 幸好 我還能夠相信 報紙上面所記載的 縱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 但是呢 有幾分真啊 可是呢 上個禮拜我上課的時候 我跟學生講說 我真的很難相信這件事情 原來 我仍然 我算錯過那個 錯過那段 這個 媒體 失真的那段 這個 這個 那段時間 可是呢 沒想到 這個真的是好像 時光到錯字 我們將來 可能又要回到 那個階段 而且呢 是沒有 沒有報紙啊 在沒有報紙的情況之下 竟然呢 我們要回到那個階段 所以我就跟學生講說 同學啊 如果呢 你不要成為一個 人家餵養你什麼樣的知識 餵養你什麼樣的訊息 你就 只能獲得那樣的訊息的話 你就做兩件事吧 第一件事 各位同學記住 練好英文吧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中文報紙 你可能呢 好吧你英文不好 那就做第二件事吧 倒過來看 倒過來看 這個字還是一樣 還是 它只不過是上下顛倒的字 可是它內容還是一樣 所以啊 我想 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都是一個捨本除默的做法 那我想我們做第三件事吧 我們站出來 我們反對 媒體的壟斷 沒有人掌聲啊 好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在場各位同學 好謝謝各位 王一隊老師非常可愛 然後今天來到場的場景非常的多 我們就事不宜遲 請下一個立刻歡迎我們的成大原住民文化交流社 小明星